欢迎收看第4777武器打讲堂 在二战结束之后 社上的主要两大阵营 都开始了隐形技术的研发 由于是苏联在击落了美国的 一望隐形政大机之后 对于隐形技术用在战斗机领域 做了比较大的研究 并且还提出了不少的想法 当时的苏联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局的一些专家 专门撰写了一篇 关于制造隐形飞机的学术文章 这篇文章并没有得到苏联的重视 却被美国的相关人士深入了研究 美国认为未来这些技术 将会是现一代战机的革命 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的高级研究计划局 正式批准了关于建造隐形战机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的成果 就是今天老白将和大家分享的 美国F117A液银衍生攻击机 当时这个项目交给了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 毕竟这家公司研究出了SR71挣扎机 具有很好的经验 当时洛克希德公司的臭油工程部门 采用大量现役飞机零部件 例如发动机采用了T2教练机的 J85 GE4A无加力型涡喷发动机 弹射座椅使用的是YF16A的弹射座椅 和电船操作系统 还有B52的惯性导航系统等等 在几短的时间之内就拿出了样机 这个样机被命名为海浮兰 也被称之为雍兰 于1977年12月1日首次进行试飞 并且表现出非常优异的低雷达可探射性能 这款实验机就是未来美国的 第一款衍生战机的结束基础 在1978年 美国开始命名进行可侵入军方服役的 新一代衍生战斗机的研制生产 这个计划 采用了美国军方自研制原子弹以来 最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样机被命名为YF117A YF117A基本上就是 F117A衍生攻击机的样机了 首次样机 于1981年6月18日 在格鲁姆夫秘密测试中心 首飞成功 机身涂成了三色迷彩 编号为780号 在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试飞之后 于1982年2月27日 进行了第一架生长型的 F117A的测试和试飞 在这一年 美国军方陆续接收了 错诱工厂交付的F117A战机 开始正式的军队服役生涯 在第二年的1983年 F117A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 但美军为了保持笼战在 F117A周围的神秘面纱 基本上在服役的前五年 一直都是只在夜间使用 因此 F117A得名代号 叶音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隐形战机 压制敌方的防空系统 摧毁对手严密防守的指挥所 战略要地 工业基地等高价值目标 并且凭借衍生性能 还可以秘密执行侦查任务 在当时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世界的 F117A公尊机 机身长度为20.09米 翼展是3.2米 高3.78米 空重13.38吨 机身外形线条基本上都是 围绕着衍生性能而设计的 在空气动力学和衍生性能上面 找到统一点 机身的外形像是一个 底部的三角形和上部分的 多个不规则的三角面锥组成的 机翼采用很高耗略角的 后翼飞翼结构 主翼的展权比极高 这样的设计 主要是让机翼身两侧折射雷达波 达到降机被雷达侦测到的机率 不过这种大耗略的设计 会失省掉很多的引擎效率 机翼的边缘设计有开放机翼 通过机内配备的 四重线传飞控系统 控制机翼的动作 用于调整飞机飞行的姿态 机翼与机身融合机翼的前沿 基本上就是机身的前沿 机头有四个多功能环境数据探头 也就是飞机上常用的 四个全方位空速管 用来给战机电船操纵系统 提供重要的数据 机翼为冷神翼泡面形状 这些设计是为了将雷达波的散射 达到最低 并且机身的各个边 和轮角等强反射部位 都大量使用了雷达细波材料 这些材料不仅仅只是一种 而是多种 能分别吸收木桶频率的雷达波 早期的机身表面 涂上三末迷彩 着实为了测试使用 后来服役之后 全部涂上了黑色 是要为吸波涂层 本身就是这个颜色的 具体的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 但是有猜测试 含铁氧化物的颗粒 因为这种含铁氧化物 是著名的隐身材料 具有重量氢 吸波效果好的特点 唯一唯一对大型的 V字形双重尾 并向好倾斜 又以帮助战机保持平衡 和斜角防征转向等动作 在机身中线前部 持驾驶员的位置 F1GA战机 是单座压严肃 喷尽使多功能野生攻击机 只需要一名飞行员即可操作 驾驶舱采用的是 角结式坐舱盖 可以向后上方打开 绕进出战机 坐舱盖被分成五块 每一块都是整块的封挡 采用多层复合玻璃覆盖 上面附有金属膜 又以战机雷达反射率 驾驶舱的内部相当的宽敞 配备有五个整体工程学的显示器 和控制装置 不过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后方的视野很差 盲点很广 驾驶站内采用的是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 先进方案弹术座椅 这个座椅结构坚固 重量轻易于维护 是美国空军最成功的 飞行员逃逸系统 在弹术之间 逃一个陀螺控制系统 用来稳定座椅 曾经解救超过500名的 空军飞行员 使飞机的速度下降 为此 40C给这款战机 安装了两具发动机 用于保证飞机 以高压因素飞行使手区的推力 发动机采用的是两具 通用电器公司的 机翼F1404 F1D2非加利沃上发动机 通过满肉式的方法安装 能使发动机的噪音 大为降低 达到声波隐身的能力 这款引擎单单推力为 78000牛 能在F117A攻击机 实现11111千米毫小时的 最大频频速度 这个速度基本上达到了 0.9马赫的速度了 在后续 还更换了原本给 A12隐身攻击机使用的 推力更大的F412 波扇发动机 在更换成这个发动机之后 F117A的最大速度 基本上接近音速了 这两具引擎 在F117A拥有 13716米的使用声线 续抗力程为1720千米 在携带2.268吨 作战武器的时候 其作战半径为 1056千米 因为机身为了达到 完美的隐身能力 机身外部 没有设计外观点 所以如果携带武器的话 是无法携带副油箱的 当然 也可以选择不携带武器 选择在弹舱内 携带副油箱增大航程 用来执行侦查任务 同时在机身的背部 还设置有可收放式的 空中加油受油口 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 来增大航程 这位夜间战机 同样也可以在夜间 进行空中加油 通过这张顶部的 夜间加油照明灯 进行对准加油即可 动力系统也做了 比较大的衍生处理 首先是建计口 建计口采用的是 巨型建计道的设计 在建计口处 采用来1.9厘米 乘3.8厘米 建计1.5厘米的 吸波复合材料 隔三屏比起来 这样的话 可以大大的上射雷达波的同时 还能在大影角和测飞的情况下 给发动机提供均匀的气流 建计道内 安穿有加热防冰装置 和辅助建计口 建计道高0.6米 宽1.5米 容量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 除了能够为发动机 提供大量的空气之外 部分的冷空气 它能够通过辅助建计口 绕过发动机 与热排气混合 达到冷却排气 降低空外特征的作用 通过这个方法 F1OGA的排气温度 能降低到66摄影度 而说到排气 最不得不提加排气口 F1OGA衍生攻击机的排气口 为压局兽型 窄缝喷口 这个喷口长1.65米 宽0.10米 里面贴有航天飞气所采用的防热网 内部设计了11片垂直导流片 导流片第一个作用是 可以加速排气冷却 第二个是 能疏导排验 下缘下后三方翘起 这是为了降低机尾的雷达反射 同时也可以对朝下方的红外辐射 起到遮挡的作用 能起到很好的雷达 和红外衍生的双层效果 而喷气口之所以这么设计 还有一个原因是 物料避免跟排气雨流那样 产生过多的红外线特征 还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排气横减面积 达到降低红外特征的作用 而这样的设计 也带了一个代价 那都是没有出力使用空中技术的余地了 因此F-117的动力系统 不具备洗量推荐技术 通过这一系列的多面体机身构造 雷达吸波材料 压几瘦排气装置相结合 造就了雷达反射界面 只有0.001平方米的F-117A 夜应衍生攻击机的超强衍生能力 武器方面 除了长4.7米 宽1.5米的武器枪之外 这网站就没有别的可携带武器的点了 这两个武器枪 能提高2.3吨的载荷 能携带A7M-65小牛空力地导弹 GBO-10炸弹 GBO-27激光射导炸弹 B-61自由落体核炸弹等等 基本上美国空军均线户 所储存的武器都可以携带 配合上衍生性能和较高的飞行高度 在进行任务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不借助半飞疗机的帮助 只需要配合上机身的电子系统 就可以实现精确的打击 据悉F-117A在演习中 最红外目标的攻击心动为1米左右 虽然这款战机能够携带空地空导弹 但是其机动能力目色并不是很出色 因此F-117A或许并不是很善于空中残斗 航空电子配备上 机枪的很多设备 都会从当时现有的战定上拿过来的 唯一不同的是 F-117A上没有安装火空雷达 和携带各种雷达设备 这主要是为了降机被发现的可能性 其导航系统主要是 由全球定位系统和高精确性的 惯性导航装装置组成 自动任务规划系统 可以切掉所有的攻击任务 计划出攻击路线 并且自动执行 这包含了武器的释放 火控系统通过封挡玻璃下面的 双市场前世红外传感器 和机构瞄准器 进行探测和火控瞄准 这个传感器的窗口玻璃上 也都采要内表面金属化 或覆盖于细小格山处理 所使得窗口与机体表面 形成一个相对于电磁波而言 非常平整的整体 用来降低红外信和雷达的反射截面级 F127A战机 担心造价在当年为4226万美金 于1983年10月服役 首次增弹战争 是在1989年的巴拿马战争 执行的头战任务 后续增加了波斯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期间 F127A战机 输出近1300次 在防空火炮中 袭击了伊拉克1600个有价值的目标 竟无疑价受损 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莫其主要任务 均是执行轰炸投弹的任务 界门上充当了 轻型轰炸机的角色了 唯一一次战斗损失 是在1999年3月27日的 科索沃战争期间 当时的地名部队 采用老师的数字S15导弹 击落了一架F127A战略机 具体的情况 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后来随着各场新进的F12战略机 和F35战略机的服役 这款采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技术的 隐身战机也选择越来越来越厚 因此于2008年4月22日陆续推移 不过最近这些年 美国经常出现F127A付飞的视频 或许它只是躲在幕后 也说不定的 而对于它的定位 这一款隐身战机 美国将其定位为攻击机 而为何使用F开头命名的规则呢 这是因为 它在1962年 美国三军服务飞机指定系统之前 就获得了官方的命名 并且 当时的研发团队认为 早期的隐形飞机的设计重点 是最小雷达级面积 而不是空气动力学性能 因此设立出来的样貌非常的奇特 所以一些自身的飞行员 并不是很乐意去驾驶 而如果选了攻击机的A 或者轰炸机的B去命名的话 并没有战斗机的F 来得有吸引力 所以就用F来命名了 达到容易吸引顶尖的 一流美国空之飞行员驾驶的目的 好了 本期的武器大胆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巧的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大胆堂 查看往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武器大胆堂关注我们 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